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籍《皇帝内经》中就曾记载 经脉者决生死 除百病 调虚实 不可不通 可见经络的疏通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那么要想疏通经络 应该怎么做呢 今天志恒就给大家介绍一些疏经活落血和养生方 用好了能助您健康少病痛 一 气堵了 气欲 一 气欲 不良情绪是元凶 中医认为 气是推动和转化力量 血 食 精液等都依靠气化功能来运转代谢 若是长期心情压抑不得发泄 气肌欲结于心 体内的器官就容易发生淤色 可能导致甲状腺结结 淋巴结结 乳腺结结 子宫肌瘤等疾病的发生 气欲人群往往有精神不振 失眠多梦 易怒善哭 胸斜胀胖 腹部胀胖 眼部有异物感等症状 女性可能还会有乳房胀痛 痛经 月经不调等现象 二 弹中穴 强心脏 解育气 弹中穴是心包经的令官 如果出现胸闷心育的情况 按摩弹中穴可以驱散心中的郁闷之气 让心情变得愉悦 此外 弹中穴还有较好的强心作用 经常暗柔 不仅可以宽胸离气 止咳平喘 宣肺化痰 通阳化镯 开育散结 对于女性乳腺健康也十分有益 位置 两乳头连线终点的位置 按摩方法 取仰卧位或端座位 用中指的指腹点揉穴位 顺时针和逆时针交替点揉 力度适中 手法均匀 每天早晚各按摩一次 每次三到五分钟即可 三 陈皮加玫瑰加枸杞 梳干礼气 干煮书屑 能调上气机 若干湿调达 就容易气机郁结 因此气郁人群 可以试试梳干礼气的带茶饮 配方 取玫瑰花五克 枸杞十克 橙皮十克 泡水带茶饮用 功效 玫瑰花输干解育 枸杞滋补干肾 橙皮有形皮开胃的作用 又能防止滋补过腻 这三味要搭配食用 既能输干解育 又能滋补干肾 形皮开胃 血液运行不畅 预激于经脉或者器官之内 呈凝质状态时 就被称为血瘀 而血瘀又细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内结之血 可引起关心病 心脚痛 脑血栓等心脑血管疾病 二是污秽之血 包括高血脂 高血糖等病症 三是离经之血 主要是指脑出血 胃出血等出血性疾病 一 判断血瘀 看四个真相 一 出现色斑 皮肤干燥脱泻 色斑多是说明 本身有血液瘀制的情况 且斑越多 往往血液循环障碍的程度越重 二 舌下静脉曲张变粗 嘴唇轻紫 若是血液淤堵 嘴唇舌头的颜色 就会变得青紫发暗 甚至舌头上出现青紫斑块 有的舌下静脉会曲张变粗 三 心脏出现不适症状 心脏血管淤堵 则可演变为观心病 导致心肌共血不足 出现胸闷憋气的症状 再严重就会胸痛 背部疼 还可能放射到肩膀等部位 四 情绪改变 若是脑部血液循环不好 供给给脑神经的养分不足 就容易使人失眠 出现烦躁 焦虑 抑郁等情绪问题 二 颌骨穴 形气活血 消肿止痛 颌骨穴又称为万能穴 它的作用很广 有疏通经络 形气活血 消肿止痛的效果 经常按揉 还可以缓解便秘 预防老年痴呆等 位置 双手拇指交叉 拇指按住的地方 极为合骨穴 如果位置正确 按压时会有轻微发麻 肿胀的感觉 按摩方法 用拇指指腹 垂直按压子穴 有酸胀感为宜 每次一到三分钟 早中晚各三次 三 补气活血方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活血药大多心温发散 长期服用 容易耗散人体真气 反而加重血穴 因此 日常用活血药 调理身体时 一定要注意补气 两者相得益彰 效果更理想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院的 贺娟副院长 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补气活血功效的方子 配方 曲挡身15克 麦冬15克 五位子15克 单身30克 共同肩幅15分钟后 饮用即可 功效 挡身补气和缓 麦冬氧气阴 润肺 五位子敛气 单身补气活血 这些药材配无使用 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有很好的作用 但高血压患者 不宜饮用 三 湿堵了 湿邪 夏季湿邪 更易入侵人体 一方面 夏季气温不断升高 雨水又多 鼠湿较重 再加上不少人 喜欢吃烧烤 火锅 冰镇啤酒等 油腻含凉的食物 容易损伤脾胃 导致水饮和水骨 无法正常韵化 在体内形成弹湿 此时湿气里应外合 体内湿气越来越重 还可能导致糖尿病 痛风 高血脂 高血压 脂肪肝等代谢疾病 一 如何判断体内是否有湿气 如果以下症状出现两个级以上 说明体内湿气较重 一 头发爱出油 脸色暗黄 一起斗 二 舌苔厚重 粘腻 舌头边缘有齿痕 三 起床后昏沉乏力 整日试睡 容易水肿发胖 四 食欲不振 大便粘质不畅 小便浑浊 五 口臭 睡觉流口水 打呼噜 六 手脚冰凉 爱出虚汗 二 足三里血 书风画师 补中意气 足三里是人体 其中最重要的穴位之一 有通筋活络 疏风画师 补中意气 浮症去鞋的功效 同时还有利于增强气体免疫力 所以想要去除湿鞋 按摩这个穴位很有必要 位置 膝盖骨外侧下方 凹陷处 再往下约三指宽处 按摩方法 用大拇指按压或顺时针揉按穴位五到八分钟 待局部有酸胀感时则为有效 三 食昌浦 加佩兰 健胃行匹 去湿或痰 国家级名老中医王国庆王老 曾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位秘药 食昌浦 它又叫野酒菜 有补武藏通酒窍的功效 弱势和佩兰配武 能够帮助排除脾胃中的施邪 让其变得更有活力 健脾去尸方 配方 取食昌浦三克 霍香三克 佩兰三克 仓术五克 煎煮后带茶饮用即可 功效 佩兰和霍香是一个药队 都有芳香化湿的作用 参数健脾 造湿 这四位药配武 可以达到健胃行匹 去湿或痰 促进食欲的功效 四 热毒了 热毒 热毒其实是指 火热淤积在体内堵塞经络 像浑身发热 皮肤红肿 热痛 洗挫疮 全身关节肌肉酸痛等 都是热毒的主要症状 热毒未能及时排除体外 大多是因为肝功能受损所致 所以肝脏受损 也是热毒的一个典型症状 一 曲池穴 凉血去风 曲池穴隶属于首阳明大肠经 而大肠经与脾经相表里 故此穴既可清外在之风热 又能卸内在之火鞋 是表里双清的药穴 具有清热解毒 疏散风热 凉血去风 消肿止痛的作用 尤其对于关节疼痛的治疗 有很好的效果 位置 倾抬手臂 曲肘后将手臂内弯 此时手肘关节的凹陷处 即是曲池穴 按摩方法 建议采用点按的方式 用拇指指腹按住曲池穴 有酸痛感后再逐渐用力深按 保持两到三秒后松开 休息三秒钟再继续 一按一松为一个循环 重复三到五分钟即可 二 双花藕解饮 清热凉血 中医上讲 含者热汁 热者含汁 有热毒的人 平时可以吃些 寒性及凉性的食物 比如莲藕 竹笋 冬瓜 丝瓜 苦瓜 菠菜等 其中藕结是我们经常 扔掉不用的一结 它有清热生筋 凉血止血的功效 而且性贫不上火 又是药食同源的东西 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将其制成代茶饮 能去除火鞋 疏通经络 双花藕结饮 配方 取金银花十到二十克 野菊花十到二十克 藕结三十到五十克 一起煎煮二十分钟 就可以作为代茶饮了 一天喝一杯即可 功效 金银花 野菊花 清热解毒 藕结又能凉血止血 三者搭配 去除火鞋的功效更佳 可以根据自己的症状 和喜好进行加减 五 寒堵了 寒邪 一 寒气生痰 淤 湿 痛 素问弊论 记载痛者 寒气多也 有寒故痛也 寒气堵塞经脉 就会刺激血管收缩 神经和肌肉症挛 产生疼痛 时间久了 还会扰乱人体气血运行 降低星辰代谢效率 给湿邪风邪提供机会 最终形成痰积 血瘀 风湿等 这些因素又容易进一步 削弱人体健康 使人成年多病 各个器官组织功能下降 甚至提前衰老 虽然夏季气温较高 但使用过多冷饮 过度吹空调 用冰凉的水 洗澡等贪凉行为 都容易破坏人体的 防寒和免疫能力 让寒气在内腐淤质 等到冬季就容易爆发 引起腹泻 腹痛 胃痛 呕吐 手脚冰凉 下肢无力等症状 二 内关穴 镇静安神 里气合胃 内关穴是手穴 阴心包筋的落穴 也是中医治疗 胃痛和腹泻的常用穴位 此外 心慌胸闷 烦躁 以及心脚痛者 常按揉此穴 也可镇定安神 宽胸礼气 位置 腕横纹向上约三指宽的 中央凹陷处 按摩方法 大拇指垂直按压在内关穴上 其余四指握紧手臂下端 力度以产生酸胀感为宜 没有心脏病的人 每日两次 每次按压两分钟左右即可 三 温阳散寒 试试干姜茶 姜是温阳散寒的法宝 生姜偏重于发散外在的风寒 泡姜只适用于人体内部虚寒 而干姜既能发散外在的风寒 也能去除脾胃的虚寒 非常适合有胃寒 消化不良 腰细酸软 心气症松等阳虚症状的人群食用 能够温中散寒 回阳通脉 温费化饮 干姜茶 配方 取干姜五克 肉桂三克 制干草六克 开水煎煮十五分钟 作为代茶饮即可 提示 热性的药吃久了会上火 如果服用后舌头转红 症状消失了就可以停止 饮用前可咨询医师 注意 上面的这些疏通法 只能做简单的调理之用 如果症状严重 身体有明显不适的 还是应该到医院进行规范治疗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之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